大家好,我是KKTrader 股市有风险,投资要谨慎 嘿大家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三2022年 好几天没和大家上视频 今天继续来和大家来回顾一下这几天发生的情况 今日华尔街美联储领导人不受CPI疲软的影响 预计2023年将加息 市场中速纳斯达克中止重回牛市 这几只股票大涨 挪威邮轮12.07上涨了 皇家加勒比海加勒比游轮 上涨了9.77% 加年华游轮上涨了9.19% 发现金融DFS上涨5.99% 低资本上涨了5.98% 美国汽油库存下降后 油价反弹 收盘走高 新美联储通讯社美联储货 需要更多通胀放缓证据 最近一次出售后 我说股东大会 比如说年会 开完了 股票就要下跌 因为在开会之前 一定要给公司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印象 所以一般来讲 股票在年会开了之后 都要跌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嘴下 观察 每次股东大会 年会开完之后 是否股价下跌 我已经观察了几年 所以大家继续观察 推特怎么样 又涨了 由32涨到44 今天高开低走 拉出一个十字星 是小棒锤 十字星眼线 下眼线比较长 砸下一千万 还不够 苹果加大播客 内容投入 以Futural Studio签约 迪士尼 将迪士尼 价格提高38% 他们的 非常有趣 他们的 增加 Disney Plus ad-free streaming price by 38% 相当于 一些 的 货席 问题 是 有些 的 其 的 组组 基姆克雷墨 站在人员一边 说AMC的股票 是一个可怕的空头 它的雷达上 还有其他 五个做空 候选者 游戏一站 JME 是一只股票 那么 这五只股票 AMC 随便家居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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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r Beyond 这五只股票 还是做空 候选者 所以大家小心 这几只股票 比较腰股 不要被上当 OK 为什么房价 能保持在高位 是美联储对 抗通胀的斗争 复杂化 值得注意的是 通胀的 其他粘性部分 可能会使今年的CPI 保持在 5.5 5%到 6%的范围内 尽管美国独栋 住宅市场 盈利率大幅上升 而出现降温迹象 但天价房价 仍有可能使美联储 抗击通胀的 努力复杂化 本周Redfin 报告称 7月份 成就的房屋 化排数量攀升至 60%以上 房价应出 今年抵押贷款 利率飙升 以及对经济的担忧 因为房屋在市场上 停留的时间更长 对的 我们都看到了 我每天做 房地产的市场观察 就是和大家 见证这个历史 房地产 是否会泡沫 会急速下降 还是怎么样 请关注我 每天的油管频道 凯利Talk Realty 凯利说房产 就会了解我们 佛罗里达州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房地产 涨跌情况 市场动态 倦于中国 洋行的宽松 货币政策帮助 房价每年飙升 约20% 人们对房价 可能出现 大幅回调的担忧 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可能 会波及 整个经济 芝加哥联邦 劳动力市场 强务力市场强劲之后 上个月通胀放缓 使美联储 关于下个月 加息幅度的决定 变得复杂 通胀和经济活动的数据 可能使 指导 央行官员 在9月1日将基准 联邦基金 利率 上调0.5个 百分点 或0.75个 百分点 2月21日 召开政策会议 他们曾表示 在放慢 加息步伐之前 他们希望 看到价格压力 和经济增长 正在降温的证据 Take that Elon Musk 福特首席执行官 吉姆法利 强调电动皮卡的 领先地位 特斯拉 福特汽车 15.5 那么 特斯拉 和福特汽车 福特汽车 是美国的老牌 汽车生产商 那么特斯拉 的股票 价格简直涨了 800多 所以 有人看好福特 希望大家自己 做好自己的 首席执行官 Elon Musk 受到了来自 福特汽车首席执行官 吉姆法利 周三在法利银行宣布 对太阳能行业 进行战略投资后 周三 法利在宣布 以马斯克成立太阳能 企业时 将矛头 对准了马斯克 DTE Energy 这 以轻松地挖掘 意在 福特的电动皮卡 F150 Lightning 与特斯拉几乎被遗忘的 Cybertruck 进行对比 这也是好消息 福特 股票 涨了 Cybertruck 在未来几个季度 将面临更具挑战性的竞争分析师 持谨慎看法 今天 小涨 百分之 1.39 迪士尼公布 盈利 标升下周迪士尼 Plus 订户长期 预期 迪士尼 也涨了 百分之 3.98 曾经跌到过90 OK 看一下周线图 那么 迪士尼的情况 他没有穿过这个底部 然后 在这是一个强力的支撑 看见了吗 在这的筹码 买卖双方 增持得很激烈 然后 这个支撑位 还是把它支撑下去了 如果再冲破这个阻力位 那么这只股票要涨 所以现在 大家还可以继续观察 应该配方奶粉 初创 公司寻求扩张 短缺 持续存在 汽油价格 自3月份以来 首次跌至每加轮 4美元 美国联合 公司支付飞行出租车 押金 联合大陆航空 United Airlines 今天上涨 2.35% 这只股票 还是在这 在这支撑住了 是否能继续 下行通道 大家可以继续观察 市场中速 纳斯达克 只重回牛市 这个 我们刚刚解读之 解读完了 那么谁认为 8.5%的通胀率 值得庆祝呢 不是这个人 一些投资者 正在关注这章 今天的掌势 并表示 让我们不要得意忘形 尽管7月份通胀 有所缓解 但仍接近40年来 最高水平 纽约美龙银行 投资管理公司高级 投资策略师 杰克 乔丽表示 我认为 我们不应该 庆祝太多 我们离走出困境 还很远 所以 四牛市 还是困境 离困境很远 还是需要 继续观察 奈飞 今天大涨 6.16% 迪斯尼 涨了9.8% 迪斯尼 这个是奈飞 是否 这一个 这一个 再来一波 现在 都不清楚 这儿的 阻力位 在这里 在这里 这个阻力位 OK 所以现在在 关键的阻力位 需要大家耐心 观察 不要被高位 食品价格 居高 不下 是只 仍是不错的 堵住的 餐饮 内股 麦当劳 星巴克 WEN 跌了 烧烤 奇波 雷 墨西哥 烧烤 CNG 这个股票 不太知道 也许这一次就是魅力所在 纳斯达克再一次尝试进入牛市 在交易的中上涨了2.4% 时期有望进入新的牛市 有望进入木斯达克 现在华尔街在干什么 是给我们吹 鼓吹牛市 今天一会儿再看盘的盘面 和大家共同分享 伊路马斯克争夺战中 抛售近70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 所以特斯拉前阶段跌了下来 看一下日线图 从这儿跌下来了 因为他抛售了很多的特斯拉股票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表示 他希望手头有现金 以防他被迫完成推特交易 从而导致一些融资失败 对这种说法太现实了 所以他对他的官司也没有底 所以要照高位把他的利润兑现了 然后现在可能他又买了推特 所以最近推特的股票在拉涨 因为他的股价是56块钱 那么现在40多块钱还能够拉 就是拉低一些平均价位 也许需要大官司需要钱 他会用这笔资金来买断 付的罚款 所以要付出去 他要付的罚款 好的 我们来去看一下大盘的情况 今天的纳斯达克指数QQQ 高开高走 我们看这个15分钟的图 高开高走 但是这两天的印象 我是预料到的 今天估计又有很多的又多的 很多入场的人被高位套牢 这儿是否还是一个支撑位 假突破还是真突破 希望大家真的要警惕 真的牛市会来吗 又说GDP降低了 又说这个又说那个 结果股市反向而行 SPY今天和QQQ走势 几乎相同 DIA 到琼斯指数同样道理 那么看一下英特尔 我也关注 跟大盘的走势是一样的 这些股票英伟达 它跌了吗 都是在 都有些长 Amazon 也是 一根阴线 但是都在这个高位 阻力位置 是不是 这是阻力 都是真突破 假突破 不清楚 所以大家要小心 说10月中旬 还是什么时候是超底的时候 大家要 在一个冷静 要进行 自己的窗位 进行判断 OK 是否是假突破 还是真突破 那么好吧 今天就和大家 介绍到这里 我有几只 高利息的股票 还有几只 又涨的股票 来现在和大家再看一下 我的 模拟账户 这只股票 我加了股了 然后看一下 我成交的记录 就是前几天 五块多 我大胆进入 可是 我 现在的股价 是十块多 已经翻倍了 对吧 我在 我在 这个 模拟账户 模拟账户 进的差 OK 设置股票大涨 我一直在关注这个 曾经这个 在我的 股票账户是第一名 第二名 现在这个是第一名 看见这个吗 然后这个是电磁股 涨了 我是什么时候进的 查看 成交记录 我是 21年3月3号 买了一张单 16块 现在是29块 OK 还有几只股票 我也建仓了 比如说台积电 我建仓了 看一下我什么时候建的仓 8月9号 买入的 我前一阶段卖了 我准备抄个底 结果 越买越高 这是买的高了吗 买入 哦 这是我以前买的 然后在这 拉低价位 84块钱 这个就是昨天买的 OK 那么他今天的价位 涨了 他在旁边是一个 绿色的 这个越来越偏 拉低了价位 这个 拉低价位了 这个 所以有些股票 这只股票的 利息 非常高 百分之 百分之 多少 他的利息 比较高 OK 每股 14% 看见吗 而且他每个月 都有分红 看一下这个 每个月都有分红 所以我也在盯着这个 到5块 5块4的时候 我买进 然后6块6 我扔出去了 到5块4 我又没进 我又怕他走得更低 我就没有买 你知道 然后就又重上去了 现在是否 这能打下来 不知道 OK 所以大家就继续观察 买这样的股票 赚的就赚他的 利息 股息 是吧 好吧 今天就说到这儿 下次再会吧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点赞 订阅 转发 评论 下次再见